从共产党变成习家党之后 第一件事习去了哪里啊 习去京西宾馆 到那去干什么去啊 开解放军的会 首先开军队的会 坚决听习总书记的话 坚决的维护两个拥护 两个绝队 就是坚决的提了我干啥我干啥 然后上海广东 让你们知道原家军陈敏尔的厉害 首先去了要给你的什么 要给你来个下马威 让你上海人广东人天军人 让你知道习家党的厉害 习家党和共产党怎么不一样 先给你合了赏子 先给你隔离 让你在很快的时间 让你认识到习家党